我回复给WKCEO先生西蒙本人的这个信 都是我这个本人所写 然后当然英文我没有这个 我的英文水平不够翻 就是我没有办法能够把中文译成英文 所以中文完全是我本人写的 然后刚才那个 CGTM的推特的英文是翻译版本 是翻译版本 但是意思和我回复西蒙先生本人的这个 邮件几乎是没有任何这个信息差异 您写给WTA Simon的这个信 中文的也是出自您本人的意愿吗 完全出自您本人的意愿 那之后国际奥委会好像也有和您做这个视频 第一次是半个小时左右 第二次没有说这个时长 大概是几号做的两次的这个视讯通话 您还记得吗 和国际奥委会 几号呢我肯定不可能能记得清楚 但是首先我觉得非常感谢 国家奥奎巴克先生 然后还有爱马女士 还有李主任 我很开心跟他们这个 有这个视频的交流 那个视频是在家里边做的这个视讯通话吗 是在北京的家里边 哦OK 你接下来还有出国的打算吗 接下来还有出国就是出国的打算 或者说是去其他地方就像这次来上海 观看这个滑雪比赛一样 如果在疫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更更安安不是说安全吧 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出去的话 你首先因为我现在也就是比赛了 然后呢我不会是说额外的会去 如果正常的你要是以后希望就是说 我不知道看比赛或者是怎么样 那就有就是正常的吧 你不能是说因为我要去额外证明了什么 然后我我现在我出去是干什么 在北京平时都做些什么 每天每天都有出出门吗 或者是去会会朋友啊 还是怎么样都做些什么事情 大家也很关心你的业余爱好 这个我觉得留给下次有时间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吧 谢谢大家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昨天到的吗 对 昨天到的 谢谢